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妈 您怎么了 不舒服吗 妈 雪棋罗 妈 我不是你妈 我的女儿 叫秦叔 她已经死了 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躺在那儿 可是你却活着 你在我的家里 娶得下 血得着吗 你不做恶梦吗 现在未然 也因为你死 你居然还叫我妈 你怎么那么可怕 你怎么那么可怕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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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能活过来吗 妈 都是我的错 我本来就想要跟您坦白的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妈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你打我 妈 妈 你骂我 都是我活该 但是我求求你 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明补您 明补秦家 让我好好照顾您 滚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给我滚出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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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ra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啊 现在高定板块 要开始新一季的准备 自主品牌的设计路线 还需要您的确认 刚上市的珠宝新品 在市场上的凡响很一般 有很多秦氏集团的忠实客户 对这次风沟转型并不感冒 有股东表示 希望回归之前的设计路线 现在研发部 好几个骨干 都有了辞职的想法 估计是竞争对手 开始挖墙角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高一下薪资待遇啊 现在讨论这些 太早了吧 讨论这些太早了 师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按照流程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得先宣读老爷子的遗嘱 的确应该宣读遗嘱了 吴总 您怎么想到在这个时候提到遗嘱呢 吴总啊 你就不怕老爷子在遗嘱里一毛都没给你留啊 陶叔 哎 遗嘱 是在您那儿吧 是 那就请您宣读一下遗嘱 毕竟 我们得先知道老爷子的意思 知道他对陆氏将来的安排和规划 别的事情 之后再说 得哥 有问题吗 我没有任何意义 那好 各位 请随我来 走吧 进去 走吧 各位董事 这就是董事长的遗嘱 请各位检查一下公证处的密封条是否完好 哎 汉衣啊 请问各位 对遗嘱的密封有何意义 没有意义 那好 下面我就拆封宣读遗嘱 由于担心本人去世后 家属子女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执 故特此立遗嘱如下 本人名下的房产债券存款等动产和不动产 由家族信托基金管理 定期向家族成员发放协定之生活费 同时 同时把折合本人在陆氏集团持有的股份之现金 用于陆之遥 但是在陆氏 然后将在陆氏之间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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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小伙子 我这都快收摊了 怎么样 来一块 您剩下这些我都要了 遇见个大客户 怎么着小伙子 今天晚上加班啊 家里有人喜欢吃这个 家里没人啊 是啊 我爸爸走那年 我也是哭了好几天 我就喜欢吃我爸爸做的手抓饼 可是找不到那种味道啊 后来我自己研究 是吧 一研究啊 就研究了一辈子 人哪 这嘴里总有一种味道 忘不掉 小伙子 你嘴里是什么味道 我忘不掉的味儿啊 我妈妈做的煎鸡蛋 还有女朋友做的四川小吃 女朋友 女朋友呢 她 夜难见 小伙子 你相信不相信缘分啊 今天晚上 我能遇见你这个大客户 这就是缘分啊 你要是相信缘分的话 我把这饼上啊 刷上各种酱的味道 你要是能吃出来 你女朋友给你做的那个味儿啊 就说明你们还有缘 还有希望 好 好